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央视新闻联播的一条新闻 就验证了上个星期 习近平是曾经搞一个大事出来 就是曾经想发起一次准政变 但是这个准政变这个反扑 被老领导们及时的挫败和粉碎了 今天9月12号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说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 听取两批工作祖父16个省份 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汇报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孙春兰 胡春华 刘鹤 王勇 王毅 肖杰 赵克志参加 李克强主持召开的这个会议 无疑是一个重磅级的会议 参加的人员有政治局常委级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政治局委员级的三个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 胡春华和刘鹤 以及副国家级的四个国务委员 王勇 王毅 肖杰 赵克志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李克强召开的这个会议都是一个重磅级的会议 可是今天新闻联播报道李克强这个重磅会议的新闻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说是近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会议 他没有说这个会议的具体日期 首先呢对这种重磅会议来说 不报道会议日期你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点呢李克强召开这个会议也不是什么机密会议 完全没有必要去隐瞒会议日期 那为什么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李克强这个召开会议的新闻 他没有报道具体的开会日期呢 他只是泛泛的说近日召开呢 根据央视新闻联播的电视画面呢 这个李克强开会的会议室的墙上的电子日历啊 就显示李克强召开会议的时间是9月8日15时 这就更让人感到奇怪了 李克强是在9月8号就召开了这个重磅级的会议 到9月12号央视新闻联播才报道 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事情 显然9月8号前后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 根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9月8号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晋升上将 而原来的北部战区司令员李乔明就被免职 由这个新提拔的空军上将王强来担任北部战区司令员 所以这次习近平可是有动作了 他不仅是提拔一个解放军上将 而且还是突然撤换了不支持他连任的北部战区司令员李乔明 这就是习近平试图要搞一个大反扑 要搞一个大动作 与此相配合 9月8号人民日报头版第二次出现了 吹捧效忠习近平的系列长文 领航中国 题目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在前几天9月5号的人民日报头版 发表了向习近平表态报中的 9000字的一个系列长文 领航中国 第一篇他的题目是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股 这篇文章提到习近平的明治40次 三次提到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大有习近平要发起一个大反扑的架势 但是在老领导们发力之后 9月6号和9月7号连续两天的 领航中国就从人民日报头版消失了 可是在9月8号人民日报头版第二次 再次就出现领航中国 再次提到拥戴习近平的口号两个确立 这就表明习近平的马仔们 在配合习近平这个反扑 在替他摇旗呐喊 人民日报发表效忠习近平的文章 它只是一个表面的动作 他们还有实质性的动作 就是对李克强实施新闻封锁 所谓对李克强实施新闻封锁 就是习近平掌控的主流官媒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 他们都不报道李克强的任何的重要新闻 比如说在9月8号 习近平是晋升了解放军的上将 同一天9月8号 李克强是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 但是当天的新闻联播 是只报道习近平的新闻 完全不报道李克强召开重要会议的新闻 9月9号人民日报 它也是只报道习近平晋升上将的新闻 完全不报道李克强召开重要会议的新闻 所以最近这几天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只是报道李克强写贺信发贺电 这个一般的新闻 重要的实质性的新闻 就完全不报道了 这样对李克强实施新闻封锁之后 那么人们看上去 就习近平是完全一统天下的 李克强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很多人就会认为 李克强已经不行了 习近平是铁定连任了 所以习近平这一次的反扑 那就是一方面在军队方面搞动作 一方面对李克强进行新闻封锁 这样就等于形成了一次准政变 就是要推翻北戴河会议的 礼上席下的决定 通过非合法的手段来强行连任 在习近平发动准政变的情况下 老领导们也是紧急出手 9月9日就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就挫败了习近平的这一次准政变 同时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还决定对习近平的地位降级 就是把维护习近平地位的两个维护 改成一个维护 标志着党中央就不再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了 习近平的准政变被挫败之后 在9月12号央视的新闻联播 重新报道9月8号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的新闻 这样一来就有了李克强召开重磅级的会议 在四天之后才被报道的奇葩事件 习近平的这一次准政变反扑被挫败 也就意味着习近平他卸任中共总书记之后 想要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也就变得十分困难 过去习近平曾经承诺要和平的移交权利 但又在底下搞动作要发动准政变 这样就让老领导们就不再相信习近平的承诺 那么习近平退任中共总书记之后 他要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也就变得十分困难 那么如果习近平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了 那么中央军委主席的人选就是两个人了 第一个是总书记李克强兼任中央军委主席 第二个就是胡锦涛再次出山 老领导胡锦涛重新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在现在这个斗争非常激烈的关键时刻 李克强如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呢 他是完全没有在军队工作的经验 所以李克强未必能镇得住军队 而老领导胡锦涛他过去担任过八年的中央军委主席 那么胡锦涛再次出山 重新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他就容易镇得住军队 胡锦涛之所以能够重新出山 再次重新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第一个原因呢 是中央军委主席并没有年龄限制 也不一定非要是中央委员不可 所以胡锦涛现在的以普通党员的身份 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第二个呢 虽然说中共有规定说担任中央领导职务 不能超过两届十年 但是呢 胡锦涛只是干了八年的中央军委主席 现在胡锦涛再重新当两年中央军委主席 当年就是补足他当年少干的两年 从规定上说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2012年胡锦涛卸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呢 他完全可以按照前任江泽民的惯例 再继续担任两年中央军委主席 让中央军委主席满十年 可是胡锦涛当时是高风亮节 把本来可以继续当两年的中央军委主席 让给了习近平 那么现在胡锦涛回收 他当时让给习近平的两年的中央军委主席 重新出山来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从规矩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看今天9月12号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 他的题目是 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相互促进统筹联动 一看这个题目就非常有意思 因为五位一体是胡锦涛本人提出的政治口号 而四个全面是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提出的政治口号 其实也就是胡锦涛政策的延续 也可以说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其实都是胡锦涛的东西 人民日报在现在权力斗争如此激烈敏感的时刻 搬出胡锦涛当时的政治口号作为文章的标题来吹捧 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而是有很大的内涵在里面 那就是说这个时候人民日报悄悄地把胡锦涛搬出来吹捧 这就是暗示胡锦涛有可能重新出山 再次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